跟他婚宴當天會一起修綁嗎? 你們會不會從此之後就比較喜歡他? 你們老實說 如果會 我會要求他結婚那天不要來 你老公跟棍林有什麼要求嗎? 因為他是設計師 所以他對美感要求比較高 他就想要他漂亮 我本人就是我對他的時程有要求 就是短 不要囉嗦 趕快結束 這樣就好 你婚宴要穿什麼都換衣服嗎? 有啦婚紗已經確定了 然後 就真的就是白色婚紗 沒有 沒有 這可以說嗎? 這可以說嗎? 這是我的婚禮 這是我的婚禮 對我會以套穿到底 其實是 我想要換 因為沒有時間 我是真的安排 我把我可以去換 二進的服裝的那個時間 拿來給你們訪問 所以我會 不行啦 不行啦 先訪誰啊 先訪誰啊? 先訪誰啊? 不能 不能 是嗎? 不要 他網得給貴婚 也沒有人跟我講 怎麼辦? 沒關係啊 算了啦 算了啦 哎呀 但是你們那天要乖 拜託拜託 你們要幫我乖乖的 然後我一定會 該給的都給這樣子 拜拜一定會失控啊 我蠻想看的耶 希望 對啊好想看喔 可是他在你輩的婚禮上沒有人就哭過了 他有微落淚 然後大多數的時候都是就是勤著淚這樣子 然後就是假笑啊這樣 然後這邊都是眼淚 我覺得我 我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可能真的會哭 那憲哥現在看你老朋友的相處還好嗎 他們現在的相處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有填車之間嘛 就是我的媚婿叫我爸 爸的那個moment 大家就 這樣子覺得全身發抖 然後王先生就 我知道不要這樣叫 然後就到下來故意會叫他 欸憲哥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欸他就很自在 少數有覺得他最近就一直被關注嗎 有沒有覺得不習慣美公分 我老實說我要抗議 因為就是自從這個事情爆發出來之後 就是大家都比較關注他這件事情 我早就不高興的喔 我是不高興的 我想說不是不是我才是明星嗎 不是不是我才有粉絲業嗎 為什麼他大家都在問他 然後他說他怎麼樣他怎麼樣 我就說看我看我就好了 他還好真的 我要開始攻擊他 他還好 我只是挑了一張比較帥的照片 就是給他一個面子嗎 他自己有嚇到嗎 有啊 他 後來就一直很努力的就是 運動 不行不行 我不會再講了 我不會再講 不要不要 我不會再講 不要不要 我不會再講